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是透過線性迴圈的影像敘事 去處理宿命論 呈現一個無限性的時間符號 觀眾可以在這個檔案當中 去體驗一個無限延伸的狀態 這次的作品美彩就是電影 只是它和以前會比較不一樣 會比較傾向於是呈現一個狀態 它是一個無限循環 陷入往藍的一個迴圈的這樣子的狀態 觀眾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進到這個空間 看這件作品 參加這個影像裡面完全沒有間斷的時間和空間 這個展覽規劃的想法是 想要把線性時間延展為可以穿越的空間 因為這個作品本身還是電影 電影本身應該是一個不斷的在處理時間和空間 所以在這個空間當中 還是希望提供給觀眾是一個像黑黑子的觀影體驗 可是因為它畢竟是一個展覽 所以觀眾還是可以自己決定 他要在什麼時候加入 什麼時候離開 最終我覺得想要呈現的狀態是 接受了的這件事情 接受了可能的無意義的生命 還有接受了可能的徒勞的心理的轉變 體驗無限循環、無限延伸的狀態 接受了共感人 預熱的狀態 過分了 過分了